你如果到後期 關完冰線的話 冰線理解的話 可他就贏很多了 不是說我們不用新人 已經測試很多次了 機會也是有啦 因為時間很長嘛 你要找人來測試 那他肯定就是要在測試的這一個禮拜 要發揮得很好 我們才有可能錄取嘛 對不對 這 DMG這邊就只是選擇錄影了 因為我們選人很強啊 然後前面這個掉線我覺得也非常的好 你知道嗎 凡恩過來錄紅 因為他可以追著人點嘛 這個前面掉線我覺得也掉得很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前面帶出風向的 哇 各種吃 他們其實前面刷野速度是算慢的 就是機動性低嘛 他前面又被錄野的情況下 他沒辦法上市啊 唉唷 我覺得這蠻關鍵的啊 這個 這古墓其實應該不太能這樣展 欸 而且 他這邊順開了 那沒辦法 他要是有開到大 那個團戰畫面也不太一樣 那下部這隻又被塔殺了 因為補助倒了 關鍵的射手其實推得還不錯 這個消耗 拔塔 這凡恩是這把最舒服的 這4分鐘已經領先2K了 那古墓基本上已經扛不住了你知道嗎 很多人會說 欸 古墓可以拿來打凡恩 沒錯 是這樣子沒錯 只是 但是你要是讓凡恩肥的話 那古墓是一直被他追著打人 你知道嗎 硬硬不穿鞋沒有吧 那就是打野的理解啊 他可能覺得這把 對面機動性低 他可能躲古墓或女超人 他可以躲得掉 他可以用經濟碾壓 我覺得裝備這些 不會特別去討論選手 因為選手跟選手有一個理解 除非他真的是出出的 讓人家很 不可思議 為什麼史大 史大拼不贏NEO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就沒有為什麼 就是都有測試過 那一定是NEO打比較好 所以才換NEO 欸 我看一下 這部團戰我們看一下 其實冠軍蹲得很好 不過看後續處理 看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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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勾到 然後這邊這盆古墓拍 這有點深你知道嗎 這位置刷賽 沒得改 不知道我們團練有沒有檢討到這邊 這有點虧啊 這邊你知道嗎 你先露一波冰了 已經露一波冰線了兩個露頭 然後兩個再露一次 那隊員都在中上部分這邊超危險的 我帶你們看 這一波冰清了 然後我們隊友在哪 上、中、上河道 所以下河道下部分是很危險的 那又兩個露頭的情況下 兩波冰的人頭 那肯定是在這邊被蹲的 這就是我們自己要去改進的事物啊 這兩個都是 今天要是 換可愛走著 先走著 一樣也是可愛死的 為什麼小菜不打 沒有啊 因為我們選擇可愛嘛 我只能說小菜 有成長但幅度不夠快 就我們來不及等他長大 因為也培養了快 將近快一年了 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不錯的話 我們會選擇小菜啦 就不然很多大家在問 你知道嗎 就是成長的幅度不如預期 那當然可愛 他這一週的發揮沒有表現得那麼好啊 就是 若依我的標準看的話 還沒有到那麼頂啊 但我相信他後面的比賽會有越穩 因為 他團練的發揮其實都還不錯 就是第一週比賽可能內容沒有打很好了 他自己應該也會去調整 各位再給他一點時間 好不好 欸我想這邊有個炸龍嗎 一炸五一炸四 五個全中 再炸一個 可是你們覺得算是小菜 我只能說 因為你們看到的是比賽嘛 我看到的是每一天的團練 你把握什麼 我們大家看的東西不太一樣 而且我們從十一月就休賽 休賽到一月份 那每一 我們每天都是有上班的 團練的部分 就是成長不如我的預期啦 或是教練的運期 成長不如教練的預期 然後找可愛來測試的時候 他們倆中間還是有一段距 你如果到後期 光玩冰線的話 冰線理解的話 可愛就贏很多了 不是說我們不用新人 已經測試很多次了 機會也是有啦 因為時間很長嘛 你要找人來測試 那他肯定就是要在測試的這一個禮拜 要發揮得很好 我們才有可能錄取嘛對不對 你原本在隊伍裡面的 你肯定是磨合得比隊友還要更久 你應該是要更有優勢的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BMG交冠軍是很正確的選擇 要有辦法駕馭住冠軍啦 你懂什麼 我只能說 冠軍這兩面的 他很強 但他也可以很高 這個句話 你認同嗎 冠軍 但我相信 在BMG 你相對於其他隊伍的話 我們應該是 很會去幫選手 解解 心理因素的問題 而且大家的氣氛團隊 我已經有特別交代後勤還有選手 我們就是最注重這個 不要讓誰有不舒服 阿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好不好 就麻煩去看醫生 哈哈哈哈 1 team真的在團練的時候 什麼角色都試過 握馬爾 菲尼克 娜塔亞 什麼都有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角色阿杜恩都有 他們陣容是很百變的 所以說他會不會出麥克斯戰 我覺得是有機率的 而且 當他ban掉皮皮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機率 我當他在直播的時候 我說這隻角色很強阿 趙雲基本上切這兩個大坦 他打4顆的 4顆的是 如果真的一對一打不死他 這野凱紅定贏 我是覺得這把銀咒好像沒有很好玩 還是冠軍覺得還好 這我可能要跟他商量 我覺得銀咒沒有很好打伯頓 雖然是順風阿 但是他來 有沒有 他來他是要退的 沒有很好打伯頓 拉著打 對啊你看其實 其實跟昨天我們復盤人很像阿 就是 有凱撒的話 我們不用急著 不用急著去點 讓他先進去 反正後面還有一個小凱撒兵 讓他們招全部放在這個身上的時候 我們再往前 盡量前面不要寫先掉太低阿 點塔 牛魔王好打伯頓嗎 還行阿 因為他很坦 但你牛魔王基本上不會拿來對伯頓 牛魔王應該很多 隊伍會拿來配合 洛伊的 這凱撒路是有預期的 明世銀輔助是沒有預期的 可能他們的畫面就是 搭配著靈靈 然後可以無情消耗我們 打牛魔王加愛玲 暫停一下 陣容拳出來 我教各位看 你右邊跟左邊這個陣容 右邊的開戰的角色是誰 絕對不是伊格還是靈靈還是明世銀 因為他沒辦法做一個突擊嘛 他要嘛是薩尼跟潘英美的阿 那潘英有可能直接撞進來 還不太可能 所以對面的開戰手法就是薩尼 主要是薩尼 因為他才有辦法推人 或是蹲一波 那你說伊格還是靈靈還是明世銀 要蹲點蹲一波很難阿 所以他們基本上這三個人 一定會一直長時間漏頭 真的會多人就是潘英加薩尼 那相對於我們左邊的這個陣容 我教你們怎麼看 那陣容擺出來 就只有齊羅有機會蹲人嘛 龍馬一定是會清兵線 所以他很常會漏頭 只有齊羅比較會隱藏在這個地圖上 就很簡單啦你知道嗎 你當地圖上誰消失了 就是那個人要先找出來 因為他會蹲點就代表 他們陣容就是他會開戰的 我看一下第一把 像我們這個就沒有蹲點的角色 你知道嗎 這個基本上就是打轉線 凡恩伊格薩尼打轉線 如果真的能開戰的角色是誰 薩尼 我教你們怎麼看比賽 或是看陣容 誰可以開戰 那右邊呢 右邊的開戰角色就很多喔 艾迪可以做蹲點 女超也可以開戰 古木也可以開戰 莉莉安也可以 第二把這個陣容 你說BNG這個陣容誰可以開戰 基本上就是星葵一樣轉線 選到穆迦爵怎麼打 蠻消耗的 因為你一波一定打不死 除非對面跟你正面接團 可是 正面接團的話 他們比較強 伯頓就是他們 左邊的開戰角色 那我們拉過來慢慢的消耗 我們打不死他 除非對面他願意給我們殺 那我的副盤就到這裡好不好 不然很多人都說想看的問題 那我就先到這裡先關播囉 各位 來 銀座玩得有點東西嗎 這把我覺得 我覺得他這把 他第二把 我銀座沒有得到很舒服 那伯頓其實壓力蠻大的 你知道嗎 累了嗎 還是我要打傳說 我是還好啦 打一下嗎 還好就開個高個幾場 高個幾場嗎 我問一下星星有沒有打 雙牌人一起講話比較好 怎麼看昨天電腦比賽 電腦 電腦我就沒看了耶 我就沒有看其他隊伍比賽 我們自己的比賽都看不完 你知道嗎 就是 失誤也很多啊 星光真多